这次Event是2016年的中国年的Lunior Calendar的第一次 所以跟大家说新年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开头 在找工作的同学今年可以找到工作 在学习的同学可以有所收获 就在这个星期期中我们有两个同学去面试 一个同学星期二面试 一个同学星期三面试 星期二星期三我都出差 那么星期二那个同学的电话我接到了 星期三那个同学的电话我没接到 不管接到没接到 我还非常鼓励大家 如果你去面试 你要面试了 你把你的JD send给我 你跟我聊一下 我可以帮你 帮你interpret一下 他可能问什么 有时候有效 有时候没效 这都很正常 我不是神仙 我不是神仙 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结果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结果 那么星期三那个同学 我是没接到他电话 那个星期三那个同学 我不知道他 他之前还pass了很多test 什么CQ test 我听上去挺奇怪的 我也问过他 但是还没收到他的信 所以anyway 祝大家好运 希望大家有工作的面试 面试呢 一个呢 是给你更多的时间的机会 去表述你自己 去把你做过的事情讲明白 二 去了解别人正在干什么 了解这个市场 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OK 这都是非常好的 每一次呢 不管最后有没有被选上 但是呢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好 那么 那么 刚才那个同学给了我个消息 他说他他星期三pass 然后下星期还会有一层 非常恭喜你 你这个得挺多的 我看见好像灭了三四次了 希望下星期是最后一次 也希望good luck 所以呢 今天讨论什么呢 今天呢 我跟很多同学聊过以后呢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问题 上次呢 我讲了一个 关于project的 那个experience 你怎么写 今天呢 我来讲一个 reference这件事情 reference和background check 他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很多同学转行过来 你不知道IT是怎么样 或者你在美国 找工作的经历 可能不是很分符 或者不是很多web 可能不了解 因为从你们的 很多表述来讲 我觉得你们不是太了解 那么还有点呢 不是太了练 我总觉得不是太老练 有时候做事情呢 可以做得聪明一点 可以做得聪明一点 对 可以做得聪明一点 甚至有时候呢 可以做得稍微 皮厚一点 因为 在这个市场上 你面对的 在美国这个就业市场 里面的人 他们都做得很聪明 那么你做得不聪明呢 可能就会吃亏 所以呢 我觉得可以做得聪明一点 那么我们来讲讲 怎么做得聪明一点 当然我的表述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我的表述有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偏见 但是呢 仅供大家参考 OK 所以今天呢 我讨论的话题 Bagground check and the references Background check 这个reflow有一个同学已经refill 很好 那个 Bagground check 先讲 Bagground check 其实 Bagground check 跟 不是所有的单位都需要 OK 不是所有的单位都需要 所以不一定是常常你会碰到的 有些单位就不用 有些单位都不要 一旦它是一个 HR跟你说我们要做background check的时候 OK 你以前给它的那个resume 记住了 这句话很重要 你以前给它的resume 不做数 你可以再给它一分 只要它告诉你要做background check 你可以再给它一个resume 中间的插入 让它自己去judge 如果10% 它可能就算了 它会take你的第二份 OK 因为你跟HR站在一条船上 HR目的是 为这个公司的部门招到人 如果招不到人 说明它很无能 OK 所以你既然能够过了面试 已经来到最后 它说我要做background check 那你们两个人 至少它跟你50%的关系是 站在 坐在一条船上 所以你这个时候 是可以给它第二份简历 这个时候给出的简历 如果它说它要做严格的background check 那你记住 它要做哪些check呢 Criminal 你有没有犯过罪 School School 那你说School要到多久呢 一般来讲 它会检查到 严格的来讲 要检查到high school 要检查到high school 然后是你的 college university and master degree and PhD degree 这些它都要检查的 employer 它也会去检查的 在美国检查之下 比较简单 它只要 只要有办法去找到W2 那些第三方的机构 它都可以找到 找到W2 你的W2 就是你的full time OK By the way 那如果你在resume 写part time 它可以检查到吗 检查不到 只要它不走 美国的payload system 只要它不给你 1099 只要它不给你W2 只要你报税不报 这件事情 是失去的一环 它检查不到 那还检查什么 还检查你那个 简历上写的 写的那个证书 certificate和license 这个它要检查 OK 所以它是检查这些东西 那检查这些东西 第三方机构 它做的很专业的 它做的很专业的 它有办法检查的 它可以买各个 公共部门的 subscription 它买的 它花钱买的 所以它有这样的接口 去检查 你的employed history 有的 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碰到 这样的人检查 你就不要儿戏了 你就不要儿戏了 你应该给他 一个严肃的resume 哪怕你第二次 给的跟第一次 不一样 没关系 可以给他 他很多时候 会take你的第二份resume 的 OK 那么还有 它的检查是基于好与坏吗 不基于好与坏 不基于好与坏 基于别人对你的称赞和 sumb up and sum down 他只基于事实 你这三年在这个学校 至于你做的怎么样 咱们不管 你那两年在这个公司 至于你公司每年都是under performance 他不管 OK 你exceeding performance 我也不管 above performance 我也不管 OK 你好与坏 他不管 管的是事实 你有没有被雇佣 你有没有这个学校学习过 你有没有在全国的犯罪记录库里面 有没有 你有没有fellown你 OK 事实 你的professional的license 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他都是基于事实来评价的 这个叫做background check 这个叫做background check 那么你问我 一般有多少单位会做background check 首先这个单位要花钱的 这个单位要花钱的 你这么去想 如果这个单位 一是政府部门 我想他会做的 还有金融部门 只要对人的背景比较敏感的 只要对人的背景是比较敏感的 他一定会做 政府部门的例子最简单了 Snowden 对吧 像Snowden出了这个事情 他肯定检查的更一样 没出事情之前也要检查 不管你是雇佣的contractor 还是full time 都要检查 金融的 金融行业的也要检查 金融行业的也要检查 因为你只要可以接触到钱 你只要可以接触到某些信息 跟那个叫什么 比方你可以受益的 你可以买option 你可以买stock 受益的这些单位 那当然要检查你的这些记录 所以公司比较大 government finance相关 其他你能可能想到 他跟compliance issue 息息相关的企业 都会做background check 那么总的来讲有百分之多少呢 总的来讲我觉得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一要花钱 二中小型企业不做这种事情 你跑过去 他不弄的 管都不管的 企业要大 企业要严肃 企业要有敏感的东西 企业常常非常care 他的compliance的东西 这件事情他就会做 一般的在这个范围以外的 基本上不做 所以background check 如果他要做background check 很重要 及时的再给他一份 你修改过的 比较接近于真实的 或者已经是真实的 resume 是可以的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你不会经常碰到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概率 如果碰到了 他是第三方 你想逃 是逃不过的 关于这些事实性的信息 OK 我很惊讶 我进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动作为的时候 有一个人操在英国的口音告诉我 你这个high school 我们找不着 他还去操我high school 好奇怪 我在美国 他查我中国的high school 而且打给我电话 听上去 这个女的像一个 British English Speaker 所以他们是找第三方人 找第三方的一些做的 所以搞得非常的严格的 非常严格的 那么再讲 再讲 那假设你的简历 跟他检查出来 有出路怎么办 比方说你的employer history 他说你说你的简历 像说在A公司工作了 11年到15年 他检查出了12年到15年 那么这个怎么办 这个第三方公司干嘛 第三方公司不做任何事情 只保证数据的独立性 然后把这两份 他调查出来的结果 和你给他的radamy 放在一起 把这些discrimpacy highlight出来 发给你的HR和你的 和你的prospective的employer prospective的employer 就是你的next employer possible的next employer 让他去judge 那么HR做啥 HR同样的 拿到这些discrimpacy 他首先要讲 这个人的integrity 可以吗 他的出路大嘛 如果出路很大 他有权利say no 更多的情况下 HR会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材料 以及里面的description descrimpacy forward给你的hiring manager 让他来judge 这个人可能有存在欺挺 可能有存在欺挺 这是不是一个roadblock的issue 让你的hiring manager来judge 所以不要说 我有一丝一分的差别 我就很没有关系 OK 没有关系 这个HR还会给你个电话 甚至第三方的机构 有时候还会给你电话 因为他有时候 去国外查资料 他也吃不准 他会给你电话 他说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个到底 他会来咨询 他说我们拿到的是什么 你解释什么 你能解释吗 他有时候会把你的解释 justification写下来的 也会的 也会的 注意 他不会去问人 他往往 只要去检查 他能够subscribe 他买到的那些服务的 公共的信息系统 公共的信息系统 他不带去问人的 你说 我以前那个公司的老板 对我很不好 他会不会去问我那个公司 他问 也只问事实 他是否在工作过 而不会去问 他在这边工作的 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 更何况 他不会去问你的老板 他是通过一些公共系统的数据 去抓到这些数据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background check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给大家一些idea 什么叫做background check 什么叫做background check 我讲到这边 我稍微停一下 看看大家对于background check 这件事情 我有没有讲清楚 然后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background check 这件事情 有人问那个background check 会不会检查 credit score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I could be long but I don't think so OK 哪个同学问 那个 if required background career career 跟background it's a different thing OK career s usually happen in Washington D.C. they need career s or whatever you need if your position is security related position they need career s OK yes if needed they will check OK 国内 对我讲过了 国内中工作 他也能查得到 OK W2 no they buy the service they buy the service as long as you issued W2 as long as you issued the tax as long as you claim the tax each year from the ADP system payload system they know who is your employer OK 有博士学位 没有列出来 没有关系 这个有没有关系 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检查机构 说了算 检查机构 只呈现事实 HR看到 you discrimpacy OK 看到you discrimpacy 他会去 他会做一个judge OK 他要去问你 为什么不能列出来 只要你有好的 justification it's fine 如果没有 他也不会拒绝这个人 OK 他会forward 给hiring manager hiring manager 说no 这个很严肃 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为什么他有而不列出来 对吧 为什么你有 你不列出来 这个就不能接受 或者他说 这个没关系 也有可能 所以 你问我有没有关系 不是我说了算 别人说的算 OK 这个是关于我们的 background check background check 这是关于我们的background check 那么 background check 我先讲到这边 过会儿我们有问题再讨人 OK 我的第二部分呢 我基本上把时间控制好 所以呢 我先讲我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不一样了 reference就很自由了 如果background check 是实打实的话 reference 真的是不是实打实的 OK 不是实打实的 不要把这两个概念 混淆起来 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 混淆起来 当他说 要做reference check 首先 不是所有企业 都做reference check 其次 当他说 要reference 人 做check的时候 记住 主动权在你手上 你选名单 他去check OK 听明白了没有 你选 只要是你以前的老板 对你不好 你不选 他就没有权利去contact 你不选 他就没有权利 alright 极端的例子 你把你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都放上去 做reference check 是可以的 OK 很极端 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权利 现在在你手上 你想让他check谁 就check谁 而不是他可以自由的去check谁 这个对你的privacy 是有保障的 而breakground check 同样道理 他不能去问你以前的老板 什么都不能问 他必须是从公共的数据系统 去看到你的东西 OK 很多企业 包括很多 那个公共的财政系统 他是有这个约束的 对美国这个是有约束的 比方说 呃 比方说你报税 报税报完半年以后 人家给你一张列表 RIS给你一张列表 为什么 他说你很多interest没有报税 那他怎么知道你interest没有报税呢 因为每一个银行 根据你的security number都会把这些report 发给IIS IIS一看跟你的discriminacy 他就他就问你来要税了 OK 所以他都是通过公共数据的 而不是通过人去做的 而reference check是根据根据你提供的人的名单去做的 清楚吧 所以你来选那就要选着聪明 那么怎么叫选着聪明呢 选着聪明有好几个 一 当然 一般来讲 选两三个人 选两三个人 那么 也一般来讲 如果你有工作过五个单位 你工作过两个单位 那么这两个人最好不要出现三个单位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甚至他有时候会有要求 每个公司要给我一个reference OK 最多只需要三个 他不会 好无穷无准 你工作过十个单位给我十个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那么你给他两个或者给他三个 这两个三个可以是谁 可以是你以前的同事 可以是你以前的老板 可以是你的professor 可以是你的coworker 在其他部门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 这些人的选择 你要去想一想 那个wise 我说truthwise 还有另一层意思 就是说 你期待你将要走去的那个单位 他对你想要得到你最大的 christics是什么 那么你选择这些人最好能够反映到 最好能够反映到 比方说 你 你他要证明的是 你以前在这个单位工作过大量的BI项目 或者什么样 那他从你老板口里面能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证 是他所期待的 是他所期待的 OK 所以呢 你要想一想 给谁 给谁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说 打电话的下一家公司的HR 他们期待什么样的信息 也是要你自己去去想一想的 OK 这个他可不委托第三方做的 一般都是HR做掉的 都是HR自己打电话做的 亲自打电话做掉的 亲自打电话做掉的 那么好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到处都是好人 你很多事情就很简单 那你说 有个问题 我在那个公司 有问题 我跟那个老板就是相处的不和 怎么办 没关系 你那个公司 一 你有那个公司 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 哪怕那个人 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公司 但只要跟你一起工作过 Find 留一个名字 留一个电话 留一个名字 留一个电话 给他 那么 除了这个 你说 哎呀 我连走的人 我都不认识 也Find 找你最亲近的一个朋友 只要他也是做你这一行 或者他知道你在做什么的 把你的电话 和名字列上去 给他 给那个hr 并且提前告诉你的朋友 你期待他怎么回答 这件事情也是行得通的 有没有人查 就我所知没有人查 我讲过reference 是你主动提供名单 而且非第三方机构去查 相对来说宽松 相对来说宽松 所以你根本不用怕 根本不用怕 那么还有一点 那你找了你的朋友 也好 你找了你以前的同事 也好 那个同事 能想起来的你的东西 可能是ABC 可是你想让他说的是什么呢 想让他说的是BCDEF 那怎么办呢 在给名单之前 跟你的朋友也好 跟你的以前同事也好 跟你的老板也好 打电话 要求他们帮助 说我有个reference check 你可以帮我做一下吗 首先如果你每天的关系 还算比较好 我觉得没有道理 不帮忙做这个check 那么这是他们需要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 他愿意check 第二个问题 很直接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老板 我期待你这么回答 因为那个单位 期待我有这样的 personality 也好 skills也好 所以我期望你能够这样present我 或者这样去comment我 ABC跟他列好 你可以在电话里讲 也可以在email里讲 要讲得很清楚 很直接 没有什么好 好那个含含糊糊的 没有什么要street 直接了当 你能做吗 不能做 我换一个人 OK 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最差的结果 找你家里人做 就那么简单 找不到单位 单位人 毕竟他的措辞 语境 很多东西 都能讲得圆 实在不行 那你只能找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都可以做 没有问题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我看过无数的例子 别人打我电话 我至少给帮别人 做过reference check 做过不下十次 我在美国也帮人家 做过五六次 在以前在国内 我工作 我有带过一个队 每个人要换工作 他们总是找 以前的team lead 把我名字放在中 OK 我特别喜欢别人 来找我做reference 因为 说人家好话 这有什么不可以 OK 我帮你做 然后他们都会写过来 有电话打过来 国内也有 国内猎头也会打 我一般跟他讲得很清楚 你要我讲什么 我知道你有很多好处 但你要我讲什么 请写一个email 写清楚 写一个email写清楚 你要我讲什么 咱们俩 在什么时间段 在哪个team一起工作过 什么项目一起工作过 因为hr来打的时候 会问他 会问他 他会问你 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 你怎么样 他还会问最后一个问题 说如果有机会 你再跟他工作 愿意合作吗 也会的 还有一点坏的 他说 你觉得他身上 有没有一些 让你觉得不舒服 或者缺点的东西 也会的 作为我来讲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 作为我来讲 只要负面的 我都不给他 他问我 我觉得他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他工作 有跟同事相处怎么样 我可能会说 他工作太晚了 我觉得他应该life balance 他有事经常留在单位里 做的太长 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我说的 所以只要我 我不说negative thing 我在这边 帮我们的同学 做过四次 还是三次 我忘了 有三个同学 把我名字写上去的 我也做了friend check 很多人都打电话来 我也跟他们讲得清楚 你要把你的简历 不是你的简历 我不要你简历 你要我说什么 咱们俩在哪里碰到 咱们俩在哪 哪几 哪个时间段一起工作 咱们俩的关系是什么 我是你老板 还是你的team member 还是怎么怎么样 OK 讲清楚 讲明白 然后你把我的名字给掉 否则 我不知道你期待我讲什么 对不起 你不要把我名字写上去 所以呢 reference check 相对 background check 来讲 这个呢 是比较flexible一点 其实是一个走过场的过程 不要有任何的 畏惧感 也不要有任何的迟疑 但是呢 在你给名单之前 请你先跟别人练习好 请你先跟别人联系 请你先把对白设计好 请你先把对白设计好 那么reference check 最后一点 问的一般 除了事实以外 还最主要的是 看你的comments 你的comments 就你这个人在过往 跟别人的合作的过程中 别人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别人给你的评价是什么 这个是要hr 他要当一门功课做 把他写下来的 不一定series 但是呢 他们吃这个 他们吃这个的原因呢 是因为 整个西方社会的人群的integrity 比较高 integrity比较高 说谎的比较少 于是呢 在一些传统的美国企业里面 还相信这个 还相信这个 我不知道哪一天 他开始不相信 我不知道 还相信这个 所以呢 这又透露出另一个信息 这又透露出另一个信息 我其实不知道 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balance有多少 但是总体来讲 总体来讲 Christianality 这个词稍得不对 Christianality 这个词我一下网 Christianality是Christianality Geochristianality 这部分人 总的来讲 他就像我们中国的 那个和尚一样 出家人不打望 OK 出家人不打望 所以 如果 我的感觉 如果 像我做reference check 我一般找我那些 以前的老板 美国人 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 是美国人的人 做reference check 他的可信度高 这是我个人的 非常bias的观点 你也不一定要take seriously OK 你也不一定要take seriously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observation 我只是说我的bias 我的bias是说 我如果去做 选工作 我做reference 我偏好 我以前的老板 具有明显特征 美国名字 而不是hispanic 可能也不是chinese OK 会选一些白人的名字 因为 在这个社会 他的信用度 credibility 和他的integrity 确实是一个名片 确实是一个名片 而你的那些hr 你也常常知道 hr我没看到 chinese吧 hr常常也是白人 所以呢 他可能 会建立一个 更加trustable的 comment在那边 OK make sense I don't know it's my personal biased point 关于reference check 我能讲的就是这些 我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我来看一下 你们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在那边 有位同学问 简历箱必须列出 最高学历吗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小单位不做 background check 你可以不选 这个问题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他要做 background check 你在地上第二份简历 这就是我的观点 国内计算机辅修 我觉得不进系统 就查不到 但现在有些 有些好的学校的 这种辅修 它是在你的 那个成绩单上 有minor的 有script 这些就查得到 这个depends really depends 你 我觉得你可以先放上去 当他有着discriminacy的时候 你也不用怕 他会来再找你 让你 那个的 然后有个同学说 现在很多单位需要manager reference manager reference that's not a big thing okay I can be your manager you can be my manager that doesn't matter 这个同学的问题 我不是太懂 no competition agreement no 你告诉他 现在单位 和你以前单位做什么 他如果法律上 本身是有complication 他HR会出 如果他继续害你 就不是你的问题 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关系 一般的 这种computated的 我所知道的 在counting company 分析出来的人 你理论上不能直接跳到某一个下家去 但是我看到无数的例子跳过去 他没有 拿你没办法 这个官司 他打不赢 这个官司 一般的小单位打不赢 首先他那个都比较tricky 他computated没法列出来 他的customer什么东西 都没法列出来 这个非常的tricky 下家只要敢害你 你个人就没有错 在集体跟个人的关系里面 个人总是赚多数的 比方我看到过一个例子 一个consulting company 有一个contract 这个contract不是contract 它是full-time employee full-time employee 放到另一个单位的contract position上 做着做着 人家那个单位喜欢这个人 就准备嗨这个人 他就跟前面那个consulting company say bye bye 然后consulting company say no you are my profit machine you are my money machine 没关系 你照样转 只要下家敢接你 跟你没关系 他们两家会去打官司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我从来没看到过 人家真打官司的 我以前看到我上家 写一封信告诉下家 you cannot do this because because this this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 prospective employer really like you they will hire you ok as long as they give you the offer you take it it's not your mistake it's not your fault ok 有个同学问 我以前的reference 不是IT的 但我现在找的工作是IT的 说句实话 用处不大 用处不大 reference check 主要是看这么几方面 人做的怎么样 二 人跟别人相处怎么样 三 一些精神品质上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的IT skill 别人会这么说你 所以呢 你问的问题是可不可以 首先是可以 但我那不是太prefer 我会 我个人的偏好还是会 倾向于去选 这个行当里面的人 这个行当里面的人 这是我的偏好 但是也 没有100% 没有100% 也是可以选的 就是 非 这个专业的其他reference 也是可以 it's ok I mean it's ok 还有很多问题 我看不完了 有些问题 我这个问题 要不是太理解 所以就说 alright ok 我挂 好 我问一下大家 对于这个 bearground check和reference 有没有人 对我讲的这个 可能我有疏忽了 所以你觉得 不make sense 和你见到的事实 不一致的 因为这不是 我一个人的论坛 是大家的论坛 我希望我不要 miss anything 你觉得我讲的 有备常理的 或者跟你看到的 一个case 向违背的 告诉我一下 可能可以补充 我的知识 也可能 我可以把你这个信息 传递给大家 我不想 我不想 missleading大家 有没有 有的给我打个字 在线提接 准利的 这种 第三方的公司 也有的 对 就是给你机会 第二次提交一次 跟我讲的 本质上没太大区别 本质上没太大区别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 我是没有口明白 在美国 你看你去 线上头 线头的话 线头的话 最后都会 问你是不是veterans 所以我很好奇 我一直没搞明白 veteran是advantage 还是disadvantage 中国人来讲 你们都会认为advantage 估计你们跟我想的一样 我就去问过我以前 两个同事 一个人是被deploy到 Afghanistan 去了一年 回来再找工作 然后找到我们 我就问他 我吃饭的时候 我说 我说你这个veteran 你甜吗 你是有权利不disclose 我说你甜吗 他没回直接回答 我甜又不甜 他可能觉得privacy 然后我说 如果你甜了会有效吗 但这个人还是 比较聪明的人 他想了想 他跟我讲 他说是这样的 不是所有单位 都喜欢veteran的 他不是所有单位 都喜欢veteran的 veteran这件事情 我说这个词 在你头脑中 印象出来的人 是怎么样一个人的形象 你自己想一想 对于一个professional职位 大家对他的imagination 有差距吗 跟一个veteran 你是会打问号的 所以他跟我讲 不是所有人都 都有一个非常positive的 在社会上 donation是另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雇一个人来工作 你这个veteran 又可能会是另一马上 所以不是每个人 都会有一个positive 也不是每个employer 都会有一个positive的support的 当然这件事 在这个社会上 是没有办法 明明告诉你 到底我怎么看的 对吧 到底我是觉得 他是advantage 或disadvantage 这个没有办法来决定 就没有办法来决定 所以他跟我说 他自己弄不甜 他甜了讲不清 讲了讲不清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他对你 position positively or position negatively 所以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他说 veteran给大家的印象 一是discipline 你submitted discipline 但是你会rigid less of less of innovation 都会有 所以呢 我一直不明白 我以前一直 就是觉得 veteran应该挺好的 其实也不是 我问我两个美国人 基本上给我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给我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全是advantage 除非我估计有一个地方 这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有些你会看到一些 imprayer小公司 不大 一百个人 他本身是veteran veteran的人 那个military 以前served in military 的人开办的 这个时候 你就问一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disclose i was i used to be a veteran 有效吗 还是不一定 说句实话 因为啊 部队里面工作过的人 去看部队里的人啊 他投影出来的人啊 可能有他的观点 他也不一定喜欢 虽然他自己是 所以it's really complicated but anyway I mean 只是给大家一些 我对这件事情的观察 it's not important i guess we don't have this situation 还有很多问题 我看了眼 眼睛有点滑 我看一下 对 大家提交的第二份简历 一定要仔细一点 我读下这个同学的 另一个同学 读不通 读不通 太多了 有同学说 那个background check 因为background check 被拒绝的 太多了 这个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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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单位我就听说过 我们单位我就听说过 这个人是 自己做option 自己做option 那么自己做option 他有内幕消息 做了option 去另一家单位 另一家单位不接受 太多了 这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还听说过criminal的 他对下属有心骚扰的 然后人家 高发他 这个google上都查得到 他这个saccessment ok that's not a good thing 所以呢 你问我有没有拒绝 太多了 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我告诉你这些例子 你想 很显而易解门当然 对吧 是 这就当然了 我看到过无数的例子 包括有些人 简历 水分很大 也会被拒绝 也会被拒绝 还有个同学的问题说 只检查过往青年 不是的 像我的例子就不是 我的例子 你想 他让high school都检查 跑到我high school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检查 跑到我high school 去检查一下 我工作过十那年 他都检查的 不是七年 所以你说七年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数据 就我的case而言 不是这样的 ok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 production issue 的一个support 我心里就是说 比较 比较没有底 怎么样跟他讲 production issue support 我今天还created 就是一个 那个lock file 因为我以前做过 这个东西 我知道 我就把我的program里面 加了很多lock file 所以上production 我就是说 我可以face 有些错 但是 差不多有分具体的 一些分具体的 问说 你以前解决过 什么production issue 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 这方面的一个 我有太多了 咱们明天通过电话好了 好吧 我有太多了 我明天跟你讲 那首先我跟你讲了 我听了你的故事了 我觉得 恭喜你通过了 好多的笔试 也通过了周三的这一轮 不管算通过不通过 至少是一个good sign next monday right 我是这样想的 你的例子要准备好 你写一年 我觉得不好 你应该写两年 至少写两到三年 写一年不是一个好的choice 我对所有的同学讲 不要写一年 不要写一年 哪怕是一年正式 两年正式 加上一些part time 都可以 他怎么也要让他感觉到 你不是一个新手 写一年对我而言 我会觉得是一个新手 but anyway you already submitted your resume that's fine 接下来你的事情就是focus在 你能够显示出你的 expertise in这方面 你的expertise 所以你刚才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根据就是说 你做的project 然后结果我 跟他们讲了 我的公司的情况 我就create了很多 就是sris report 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还就是说report 就应该还是应该讲得过去的 ok 对啊 然后我准备就是今天的话或者明天 你说我要不要带一些report给他看 还是最好不要带sample report给他看 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有必要 以前我听过很多初学人说我要带一个report 我觉得这个很低 对我而言我的感觉很低 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 只要你在简历上和你的语言上 能够讲得清你做什么 为什么谁要用这个report 整个故事讲的明明白白 你的受众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这个report 他们的改进是从哪边去改进的 之后我们公司的发展 怎么从一个静态的变成一个ad hoc的 整个故事你讲的有字有味 带于不带 真的是小事情 那我就知道了 对 对那么你的production support你没做过 那我们明天可以聊一下 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 因为我以前做的都是programming 就是说这么多年我都是个developer 其实所有的像你SIS和包括TC口 天下所有的那些都它都是一样的一个结构 没有什么两样的 对 对自己也是对我来说是个advantage 因为我现在做大量的production support 对就是我明天跟你通电话吧 我们再再详细再聊 OK OK 我不想这个展开太多 明天我可以通过大概20分钟 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image 关于这个reporting方面的support OK All right 也非常感谢你给我们share这些东西 我再问你一句 他做的给你做的CQtest和另一个test 你告诉我那个test 它的难度是多少 这样两个考试都非常难 做的SSIS它的话是一半是technical 一个是development 另外一半就是admin 因为admin是我们是没有production 真正的条件的 OK 那份我回答了 然后他100分我大概拿了50分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一半是admin的 一半是个半的 他说那好 他说其实你的分型算很高的 因为他说他知道这一半的一半 所以他觉得我考的还蛮好的 OK 第2个tcq他那个问题他问的也是蛮难的 我大概考了70分 他说我考的赢算是最高的分的 他说这个考很难的告诉我 里面很多东西 如果你没有搭档的去做的话 还真是接触不到 对 而且你在一个时间高压下去做 他这个test是有问题 我能问一下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onloting company吗 是这样的 他呢是这个公司本身 他的话 我找我的公司是帮人介绍工作的 叫做介绍工作的公司 他呢就把别的公司 就是别的公司要求说 我要这个人做test 他的话就会提供test给他找的人 所以如果以后他把这边介绍给这个公司 OK 那昨天他是这个公司 本身这个造人的公司的那个manager 和BA interview我 然后下礼拜就是公司的那个technical的人 interview我 OK我知道了 OK 好明天再跟你聊 那我基本上知道了 OK 所以你这个公司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 他要找到一个qualify的人 所以他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灭你的人 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给你一个有难度的题目 看看你的水平 对 然后你的水平好 我pass你过去 让你去见我的客户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他就一个人在做report 就是这个人要走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下礼标的人 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懂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要走的那个人懂 OK 懂意思了 manager他自己都不懂 他manager他自己 他说他他都不是太懂的 他只是说他都看过但他不是太懂的 OK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好消息 往往是一个好消息 你星期一的重点 一 你这几天要准备 星期一的重点 是跟那个要走的人谈得来 谈得开心 这是重点 我是一定要在技术上去convince他 不用真 他说什么 你不用真 你把你的答案回答到 OK 他说如果那样呢 你说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可能以前在我的工作中没有经历过 你只要显示出谦虚 而且你是一个女性 不要争 最坏的结果是 你一定要说服他 让他不高兴 这是最坏的结果 OK 不要争 对 不会干这么这么傻的事情 对 只要这个人 感觉你是好相处的 我觉得你这个面试过的概率就很高 因为他要走了 他要找一个人 我跟他讲 我这个人很有学习能力 我这个人工作很勤奋 对 给他这个意义 大概也蛮重要的 我想 对 你要跟他在谈话中体现出你是可以跟人合作的 很让别人感觉到舒服的 这个很重要 啊 这个很重要 anyway 明天我再跟你聊吧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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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也会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这个同学的例子 希望他好运 周一 我觉得他概率挺高的 说句实话 我觉得他概率挺高的 这样的公司 一个人 因为其他人不懂 只有这个人可以免 所以他在走之前 有时候不太会做一件 他如果要走 而比方说他还留下一个月 或者两周 那么也就在两周里面 要遭到一个人的 是不是 最好这个人能够尽快的 onboard 还能做一个transfer 所以这些都是好事情 所以他愿意 transfer多少knowledge给你 他愿意害你 还是不害你 或者给你good comments 或者bad comments 这起觉于你跟他聊的过程 不是从技术上去打败他 而是让他觉得跟你好相处 觉得跟你怎么怎么的 觉得跟你谈是谈得来 comfortable的 有一种例子 你技术比他好 你还去challenge他存在 以前都是他做的report 那好 我一走 你是不是经常要说我坏处啊 就说我坏处 啊这个人 你看他以前做的 比方说他告诉你 我们现在点赞的 如果你技术很快 你跳出来说 why you do this actually if I were you I would d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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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he will not be happy he will not be happy he will not sum up for you so the hiring manager will not hire it's a very very common issue right so it does not mean you have good skill and you have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you must win the interview so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所以呢 他没有强烈的动力 去找一个水平 高出他很多的人 这样水平高出他很多的人 只会给他的职业生涯 带来负面影响 因为当他走了 你不断的报告 原先那个人的水平是这样 他做出来是这么烂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要做这个 他与其看到一个 跟他水平和philosophy差不多 你看我用了这种方法 对啊我们也用这种方法 所以他觉得 你们两个学术 学术还比较近亲 不会侵略他 不会反对他 他就很喜欢 所以面试这个东西啊 你要去琢磨人这件事情 很麻烦的 只要你认真想尽 你就得委屈自己啊 这个对于我而言 我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跑过去 我不是找不出他的缺点 也不是 但是我想尽 那我就得委屈自己 装不知道 装着跟他处得来 这是这是我 我经常做的事情 但是说句说话 我做过那么多的东西 我看谁都 都能看出个缺点 我做哪件事情 都能比别人 做的好一点 我自己觉得 当然 所以呢 如果你跟我也一样 请你不要傻意识 不要那么silly ok 不要做的那么傻的事情 而是要去跟别人 让别人感觉 你这个人好相处 让觉得 comfortable 这很重要 comfortable 让觉得 你跟他的cube 只有 一点点的 一个小强之格 而 没有感觉到 你有强烈的磁场 去影响他 去威胁他 让他紧张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找的是一个同事 对不对 alright 聊了那么多 然后也分享感谢 那个高单 给我们的分享 anyway 看看大家还有 那么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 如果你 我不是说 你一定要来学 I'm not selling really not selling 我给大家标一下 如果 已经在找工作的人 oh sorry what happened 如果你已经在找工作的人 ok why ok it comes up 去看一下这个AWS it's hot it's hot ok it's huge it's hot 去看一下AWS 那么我们那个 Big Data科老师也演示过 怎么用AWS 那个也 很多企业现在 onboardAWS 节约钱 就那么简单 节约钱 谁还要找那个 infrastructure 谁还要找那个DBA的人 所有东西都有 都有这个service来给你了 节约钱 企业都在onboard 你说有多少onboard 我跟你讲啊 只要有20% onboard 这个市场就huge 原先是没有啊 你知道吗 所以啊 这个anyway 如果你还在学学习的初级 就当我没说 如果你已经学了差不多 再找工作了 去看看AWS alright 而且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网站上有一个视频 怎么用一个dev center 去连那个cassandra 大家可以看 对于对于在自学这个东西的人 你不来上课 it's fine you can take a look 如何用这个dev center data stack公司提供 怎么去连cassandra 有一个老师的视频 我应该是前几天有个人post上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anyway alright 啊 looks we missing one 弄了一个slides 啊 这个reporting package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3月9号 啊 我们讨论什么呢 讨论三个最流行的市面上三个最流行的reporting工具 tabelo reporting service powerbr 啊 这三个最流行的 那么特别是对于已经学dfp的啊 你学完dfp 你应该学这个 因为学完这个 你去把整个一个东西 至少从一条线上 从reporting这条线上 你全了 你可以去找工作了 其实刚才的高单 其实他也是take这个这个课程的啊 他现在去找的这个工作 就是reporting的developer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我们3月9号开课啊 所有的详细呢 都在这个这个这个 页面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reporting pack 那么我们还在筹划一些东西 刚才讲的那个视频啊 data stack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应该还有其他一个视频 是上次我们讲aws的 你去找一下 我我有 我不知道他们放在哪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看一下还有什么没讲哦 etl package4月份 etl package呢 4月份 这次呢 我们会加讲一个informatic 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要了解informatic 因为他们以前没有weber没有学过informatic 大家都学了SSIS 我们以前还讲过一个penta号 penta号 依然huge 我们公司有些东 有些都在用penta号 也有些在用其他的啊 informatic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有机会要把informatic讲一下 这次呢 我觉得应该要把informatic讲一下 还有一个课程啊 如果大家对那个spark有兴趣的啊 spark现在是big data里面很火的一个东西啊 spark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4月份 应该是4月中旬或者4月小旬 我们会开一个spark for data analysis啊 spark全部讲spark 全部讲spark spark现在这个东西非常的流行 这个老师呢 现在正在做两个project 就用spark的东西做project 他会以这两个project的从此至终 来跟你们讲两个use case 关于data analysis和dev怎么来使用 在公司里面怎么用spark来解决大数据的问题 大数据的问题 呃下周一吧 2月20号我会讲一个BI怎么减 BI这个工具呢 一系列的工具在manufactured这个企业里面啊 行业里面是怎么使用的啊 怎么使用的 alright that's it 好了没有什么了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同学的问题是如果以前的单位out of fairness 那out of fairness你有什么how to respond的不用respond的 他有第三方去检查的 第三方会检查到他的 呃检查到他的那个他的一个out of fairness either不在这个市场啦或者那个bankruptcy啦 whatever他都可以检查到的 你这个w2的adp跟他没有关系的 你的payload的system在那边 所以没有问题 跟你企业存不存 没有没有一丝一毫管系 所有的公共数据记录了这个企业的注册时间啊 是不是说out of fairness 由他来说了算 是由他检查的结果说了算 只要你解释的痛不要怕 好 好 讲的非常准时啊 七八九一个小时 啊 希望对大家有用 然后在线的人数很多啊 五十几个人 新年开了个好头啊 五十几个人那么多人 那希望对大家有用啊 如果有用呢 啊 我们觉得我们花上去的时间也比较值得啊 如果你觉得我们说的东西有时偏薄 非常欢迎你来跟正我们 那么我可以把你的正确的意见告诉大家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言堂了 主要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information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想象的 这个reference可不很很简单吗 哎 我觉得我以为 哎 我以为是因为我大概 我我自己认识人比较脑子活一点 没觉得这是一件事情 但我跟很多同学打过电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真是一个事情 那么而且有些同学phd 我就很奇怪 这个东西 所以 还真的不是这个学历能说没问题的 也不是这个人 当然我觉得他的integrity很高 他总是有这样顾虑 那样的顾虑 那么我们把这件事情讲明白 今天我不知道我也没把这件事情 就希望把这件事情讲明白 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参考的动作 那个参考的动作 只能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总比你一无所知好 比你一无所知好 好 非常感谢大家新年的第一次来参与这个 Discs panel 两个星期以后呢 我们还会有 topic能完美想好 如果有你非常想感兴趣 要讲的topic send一个email给我们 ok send一个email给我们 我们会帮你组织一下这样的information All right Great See you guys next time